今天我们来聊聊123茶品的名字 123首先它好记 有时我们在拍照的时候会说 123 cheese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123 tea 一样会有一张灿烂漂亮的笑脸 这个1呢代表一棵茶树 不管是任何品种的茶树 都可以做出你想要的茶类 比方说白茶绿茶黄茶 红茶乌龙茶黑茶 那么很多茶友到我这来问我 你销的是什么茶呀 我说是正香小种 我知道正香小种是红茶树 所以这个概念首先是错的 不管是任何龙井你想做 也可以做成红茶 也可以做成白茶 也可以做成绿茶 也可以做成五龙茶 打比方说我养的猪 你不可以说 你养的是红烧猪吗 我养的可是烧烤猪哦 猪都是你养的 只是说制作方式方法不一样 那么这个2呢 表示说一棵茶树 就这么一二两好茶 好茶是非常金贵和稀少的 比方说这个阳光茶 它就是说长在茶树的顶端 每年春天的时候最早发出来的这个茶芽 难道每年我们什么时候哪一天采茶 就是根据我们的阳光茶的展示来决定 哪一天是我们今年的开山采茶日 而且它是经过一年的积蓄 所以它里面的内涵物都非常的丰富 不管你是要做下茶秋茶也都是一样的 并不说一棵茶树的叶子都可以做出好茶 那么这个3呢是山的谐音 也就是说正山小种 这个样的茶树是种在哪个山上是非常的重要 长在山上和长在山下 那么它的首先那个茶的味道差了很多 只有在高山上面的这个正山小种 它才有非常多层次的味道 比如说它会有糯米香 蜜香 还有粽叶香 花香等等 那么你种的三几下 它就没有这么丰富的茶香 那么另外还有更主要的原因是 长在高山上面 因为它的空气 它的水好 所以这个茶的功效 它都保持得很好 如果种在山脚下的话 它可能茶的这个功效就减少了很多 这个3呢还有另外一个寓意 也就是说泡茶的时候 你只要记住这简单的三步 你一定会泡出一泡好茶 适量的茶量 适量的茶温和适量的泡茶时间 为什么说适量呢 因为茶小白和老茶鬼 它喝茶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从喝茶的康开始到后来 你的口感也会在变化 所以呢适量是根据您自己的口感 茶小白的话 我建议少放点 一般来说三克 这个水温呢 就是95度左右 然后呢 不要做杯 直接倒出来 一定是很轻 很甜的一泡茶 很多朋友说 到底有多少茶类 那么多颜色 我实在是记不清楚 你只要记住1加2加3等于几等于6 那么就是六大茶类 剩下的就是那种颜色 你慢慢去记 希望所有的茶友 每天能够喝茶快乐